今天是企业劫后复工第一天 苏城的公共交通情况如何呢 上午7点半 早高峰的人民路并不像往日那样拥挤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人民路上的乐桥北公交站台 那作为南北方向人民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交站台呢 以往啊在早高峰期间呢 这个站台上面后车的乘客呢是非常的多 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只有我和设想两个人 尽管乘客不多 公交公司每天都会对每辆运营车辆进行消毒杀菌 此外每辆公交车上还会有随车人员对上车乘客进行体温测量 37度3差不多就让他们不要上车了 在鬼交乐桥站虽处于早高峰时段 但每个车厢前排队等候的乘客只有五六个人 鬼交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复工第一天客流量较昨天已率有增多 为了防控疫情 他们每天会对售票机 炸机 扶手栏杆等重点区域进行消毒 运营结束后也会对车厢内空气进行专项消杀 乘客进展乘车除了要全程戴好口罩 还要配合接受体温测量 手摸搬车时间还是按照疫情期间的手摸搬车的时间 7点到21点的时间 其次行车见额的话是在15分钟左右